G20之後中美即將重啟談判 市場如何做反映 我們看一下昨天美股的一個表現 四大指數裡面 其實最重要的是科技股 包括納斯達克跟費辦 這兩個漲幅最大 科技股一漲 對於市場的信心 是有一定的加成效果 所以今天包括台北股市 我們看一下台北股市 今天大漲將近百點 而且是拉了一根紅K棒 站上所有軍心 之前不管是阿哥還有杜大師 都覺得行情隨時有噴出的可能 果然今天就一根紅K棒 但今天紅K棒最主要來自於台積電 我們看一下台積電今天的走勢 台積電今天也是一個上漲 台積電今天公布了六月營收 月增6.8% 年增21.9% 不過上半年是年減4.5% 不過至少在月增跟年增情況之下 讓台積電是往上漲 那台積電今天漲了五塊錢 平均他大概可以貢獻台北股市42點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有一半的貢獻 來自於台積電 不過接下來行情怎麼看 今天大K輸出的第一題 要先從G20之後 中美即將談判 這個結果如何 今天最新消息就是 中美之間已經開始重啟了一個熱線 那這熱線當然兩邊的包括這個 劉鶴還有大陸商務部的部長中山 以及美國的代表像是萊特海哲 還有美努欽大家都有通上電話 那另外這個談判我們常講 談判第一手則叫什麼 急的是輸家 到底誰比較急呢 我們來看 美國政府在7月9號就表示 要免除從這個醫療設備 到包括關鍵的電容器等等 簡單來講 有110種的大陸產品的高額關稅 要取消 看起來好像是美國比較急 因為美國突然取消110種 從大陸進口的產品的關稅 那另外之前跟大家提醒一下 其實在G20的時候 川普特別講說 中國大陸同意要買更多的農產品 有沒有這回事 南華早報說 習近平主席留了一手 他並沒有承諾要大買美國的農產品 川普說有 習近平主席說沒有 所以從這個氛圍看起來 穆華哥 談判第一手則急的是輸家 目前看起來好像美國比較急 你怎麼看 確實 現在目前是白宮比較急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急在急什麼地方 急在明年美國要大選 要選舉 急在現在目前整個農業州的選票 可能呈現一個崩盤的態勢 有動搖是不是 有動搖 你可以看到 其實美國媒體 對於美國農業州 農民的反彈 其實他們對於這個貿易戰 是越來越不滿 我們可以看到 在最新的談話上面 這下一頁各位可以看到 我的資料上面 告訴你說 白宮希望大陸重啟農產品的進口 針對農產品講話 你可以看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說 中國大陸國務院副總理劉鶴 還有商務部長中山 這兩個人已經跟萊特海哲跟美努勤通話了 一個是美國貿易代表署的貿易代表 一個是美國財政部長 那通話是準備為面對面的重啟談判做準備 大家已經在談這個事情 那這個消息是誰講出來 很妙的 並不是中國大陸宣布出來 過去你有沒有發現就是說 只要雙邊有一通話 中國大陸商務部馬上會發新聞稿說 這個雙邊有通話了 但這一次大陸都不講話 反而是白宮出來的 白宮的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主席庫德洛 他向媒體透露說 他們四個人已經通過電話了 所以如果從白宮先講這件事情 代表美國還是比較需要中國大陸 美國需要趕快促成貿易談判 甚至趕快推動協議的達成 那新一輪的貿易談判 我跟各位報告 其實中國大陸是完全不急的 為什麼他已經看對美國的一個方向了 三千億關稅你科不得 你科不下去 那另外我現在扣住你的農產品 你現在會急 所以基本上大陸不急 那美國其實也急不得 怎麼說 吃快弄破瓦 吃太快了 晚會打破 所以說美國現在也要擺出一副 老子我也不急 明明額頭在冒汗 但是說我不急 我不急 美國另外一個不急於 在今年達成協議的主要原因 我自己個人評估 是因為川普還不急於割到尾 因為他是明年年底才選舉 明年十一月才選舉 我幹嘛這麼早把這個 中國大陸的貿易談判達成協議 所以穆娃哥結論很清楚 這個貿易戰 接下來消息會很多 但是你不要看好消息 就覺得貿易戰結束 看到壞消息 貿易戰要更嚴重 其實不會 他就是在這邊擺盪擺盪 持續影響著我們的投資 接下來影響我們投資 就是大K訴訟的第二題 我們來討論一下 這個FED主席鮑娥 因為鮑娥在美國時間 應該是台灣時間 明天凌晨我們就知道 他講了什麼 今天兩天會講話 那我們今天做的主題叫做 到底是非音不投 還是非歌不投 畫面上這是FNC裡面 有投票權的委員 在中間這一條的話 代表他不偏歌也不偏音 在正中間 畫面上你看 偏左邊的話 這個是屬於歌派 副主席 奎爾茲屬於鷹派 所以偏歌跟偏音的 目前是1比1 這邊是中線 不過有一個人要特別拿出來講 是紐約分行的主席 因為他有永久投票權 威廉斯他最近說了什麼 他說他上個月講 因應未來經濟風險 帶來很大的挑戰 所以未來經濟復甦 勢必伴隨著低利率 換句話說 這個威廉斯應該也是屬於偏歌派一點點 所以現在是兩票歌派對上一票鷹派 所以接下來的鮑爾 你覺得他是非鷹不投還是非歌不投 事實上真正對鮑爾外部最大的壓力是兩個 一個是美國總統川普 不斷的施加壓力 另外一個就是整個華爾街 其實現在是在逼宮聯準會 華爾街也在逼宮鮑爾 比如說我舉一個最新的消息 這個新聞大家應該有看到穆迪的首席經濟學家 這個人叫做John Lansky 這個人說什麼 他說我們會看到這個市場tank tank是什麼意思 就是大跳水 這個人來頭不小 他是穆迪三大信平公司的資本市場的首席經濟學家 就他嘛 對 就他 他常常接受服飾電視台的訪問 基本上這個John Lansky 他算是川普派的 因為他是保守派的 保守主義者 保守派 這個常常接受服飾電視台 大家都知道服飾電視台的背景 自己人 自己人 那他就跟這個川普一鼻孔出氣 然後就已經講說 我告訴你 美國股市會崩給你看 如果你不降息 那鮑爾沉得住這個壓力嗎 當然 所以說華爾街現在壓力很大 就跟你講說鮑爾你選嘛 你敢不降息我就崩給你看 所以你要不要擔負美國崩盤的 這種重大的責任跟壓力呢 所以鮑爾現在就盲刺在背對不對 對 所以看樣子鮑爾 我覺得他很難承受這個壓力 川普給他壓力 華爾街給他壓力 你整個華爾街的壓力排山倒海 那現在市場的資金怎麼跑 那市場的資金當然就大流竄 市場資金現在很妙 股票其實是不弱的對不對 美股還在歷史新高附近 美股其實姿態很高的對不對 你看道琼時日線還守得好好的 對 他有可能隨時要再創新高了 對不對 美國股市是一個多頭的 從這個六月以來 他是一個漲升多頭 這是毋庸置疑 那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資金大量的流到債券市場去 各種債券 包括投資等級債 包括垃圾等級債 都有人搶得買 因為投資等級債買不下去了 太貴了我就去買垃圾債了 你可以看到這個BBB 三個B跟兩個B 兩個B是垃圾級了 三個B是投資級的最低的一等 這兩個級別 現在目前的信用利差 信用沒有什麼利差 60點 60點的信用利差代表什麼 代表是2006年以來 最低的信用利差 代表連垃圾等級的BBB級的債券 大量人的去搶購它 某哥 那代表這個股市也漲 匯市也漲 股匯雙漲 這不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當然不是正常 股票也漲 債券也漲 對 但到最後 終究會分離 對 到最後 終究這兩個事情 會有一邊是錯的 對 也就是說債券要跌下去 或是股票要跌下去 就是同朋友 我們今天主題叫做別看錯 你選對是上流 選錯變下流 所以到底這樣是 股市是上流還是下流 現在是上下流都在上演 兩個都在漲 但是最後終有一片 會比較早下片就對了 看是哪一個上流下流 哪一個先下片就對了 好 大K速度第三題 我們來追蹤一下日韓 日韓這個貿易戰也開打了 這個劇情越來越有趣 待會除了木華閣 還有這個何董也幫我們做補充 我們先講一下日韓 日韓之前其實世仇非常的嚴重 我們之前有講過 包括那個曾用功 但是我們講在運動場上 他們也是世仇 大家還記得嗎 台灣人很喜歡看棒球 之前在這個什麼賽 WBC是經典賽 經典賽的時候 應該觀眾朋友記得這幕 韓國人竟然跑去日本人的投手球 插了韓國國旗 而且06年插了一次 09年也插了一次 這對於日本人來講 是一個非常大的侮辱 所以據說那個林牟宇朗神 當時非常怒 但我們這個是幫他哭手 他講的這個馬路野狼 大家想想馬路野狼什麼意思 反正代表他非常的生氣 那這件事情我相信 短時之間應該不會有解 為什麼 因為現在傳出來佛化青就是關鍵的耗材 日本的某個執政黨的高官 他竟然說這個在某一段時間 韓國向日本訂購的佛化青的訂單 大量湧入 而且佛化青跑到南韓企業之後 就不知去向 而且他認為去向就是北韓 當然這是日本單方面的說法 說你買了這佛化青 南韓買最後流向北韓 佛化青到底能幹嘛 佛化青你可以在半導體可以用到 用清洗這個石科 另外據說也可以做生化武器 莫克你覺得這個事情 好像越來越複雜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剛剛談到這個佛化青對不對 這個佛化青到底是什麼東西 其實佛化青這東西不是一個新東西 它的歷史已經超過一百多年了 是 也就是它被化學家發明出來 已經超過一百多年 講白話一點 它就是青的佛化 青把它佛化就對了 因為佛是一個非常活潑的元素 所以說它把這個 青佛化之後就變成佛化青 那大概佛化青加水 會變成什麼呢 叫做青佛酸 就叫青佛酸 對 青佛酸它就是一個 非常強的一個腐蝕劑 它可以去腐蝕這個二氧化系或細元素 所以半導體 也會用到它 你剛剛不是講說它要來清洗嗎 對 那這個石科嗎 最主要它就是用這個 它的強大的這個 清拾力 對 腐蝕能力 來刻畫這個標記 製作各樣的矽晶片 所以說它是半導體上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對 因為它的製作過程 其實是高危險 然後呢 高具有污染性 所以說韓國就 反正買得到嘛 它就沒生產 就是跟日本買 這個剛才講說 這個無水的佛化青 它用一個非常 嚴密的一個保存的方式 所以一般的這個玻璃 沒辦法來儲存 它連玻璃都可以侵蝕掉的 啥 它連玻璃都可以侵蝕 它可以把玻璃整個侵蝕 這個穿破的 所以說它必須要用 甚至鈦金屬 或是說 才有辦法儲存它 一般的不鏽鋼都沒有用 都會被它侵蝕掉 所以說 要用非常嚴密的一個保存裝式 這是正常使用方法 對 它是正常使用方法 那問題是 它也可以做砂磷毒氣 我跟各位講 這個氫弗酸 真的你不要隨便碰 怎麼說 有聽過化骨水嗎 沒有 我聽過化骨綿長 對 我跟你講 化骨水就是氫弗酸的俗稱 這個是一個真實案例 這個龍總的照片 龍總曾經 這個收到一個病患 是一個大碩士生 他們在那個實驗室裡面 去做這東西 結果它被滴到 一滴就這樣子 一滴就這樣子 穿進去 它整個腳抽筋 然後要穿進它的皮膚 然後進到骨頭裡面去 會把骨頭劃掉 就讓它整個骨的鈣 大量的脫掉 所以它叫做俗稱化骨水 這也是一個真實案例 是大陸的 一個工人 他不知道他搬的是氫弗酸 搬完一天之後 整個十個指頭都快爛掉 是 就變這樣子 對 所以說這東西很毒的 很毒的 有時候整個半導體製程 這個過程中是蠻毒的 要非常小心 好 那其實我們剛剛不講說 韓國跟日本的這個恩怨勤手 已經是非常長的時間了嗎 那真正降到冰點是什麼時候 是去年年底 本來文在寅跟安倍晉三 兩個人在G20會面上要 針對這個去年年底 日韓兩國關係降到冰點 去談判 但是文在寅不理他 文在寅不談 那安倍當然因為他現在 面臨到日本的參議院選舉 那個強硬派抬頭 是 有選票壓力 他也要表現出強硬的態度 所以說現在目前兩國的僵制 所以說在這樣的一個日韓 現在目前降到冰點 鬧得不可開交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這場日本跟韓國的 經濟戰也好 生活貿易戰也好 還會一直打下去 好 這個引用木娃哥講的 這個日韓的貿易戰會難分難解 特點不準確控新地下 參與・興建議戰 我們剛才委員會 先看看 我們早就回來了 還有半天 我們早就回來了 regional就回來了